掌聲歡迎李佳琪先生 長長 組長 現場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國工劇團五生演員李佳琪 也是這齣戲的主台 這齣戲也是我個人的非常好的戲 所以有一個傳承的地位 那我在這邊呢 就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齣戲的劇情 這齣戲呢 取材於宋草楊家將的故事 在鎮守三官的元帥楊延昭的副將交戰 因為打傷人力 被發配從軍 此時的楊延昭就派遣了一位 智勇雙全 三官上將任何貴 他叫他喬裝改版 暗中跟隨保護交戰 在他行制到三叉入口的時候 他就夜宿了一家旅店 這家旅店的老闆呢 叫劉力 在任堂會進了旅店之後 雙方互相懷疑他們的居心 於是就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的夜戰 身手不見如此的空間下 但是要靠兩位演員集高的後期 我們只用了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也用到了虛擬協議的表演方式 好 我都說了 我們一起 陰光對戰 三叉頭演奏 謝謝 歡迎 谢谢大家